60多年前 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百姓的力量 建立了新的政权 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中国政府公开承诺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是中国共产党凌驾于宪法之上 建立专制政权 压制了国人公民的权利 导致了恶性循环 更纵容了官僚的骄横无动 默许了人世间的不公平 也摧毁了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 权利属于国家和人民 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 人民和宪法之上 21世纪的今天 中国政府还在实行高压和愚民政策 还在限制人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 还在公然侵犯人权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忍受下去 我们要集结起来 行动起来 我们要改变不公平的社会 我们要争取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我们要要求中国政府兑现承诺 中国人民要像世界人民一样 有尊严的生活 面对强大的中国政府 我们要团结起来 有组织 有计划 和有目标的勇往直前 绝不后退 亿万人民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将化作不可战胜的力量 将势不可挡 亿万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 将化作惊天地气鬼神 将震撼中国 我们知道 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但我们坚信 正义一定属于伟大的人民 中共当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水能载舟 异能复舟的道理 中国茉莉花在行动 这是自由的漫步 这是无声的呐喊 这是人民的力量 这是我们的希望 无论我们将来面临多少困难和曲折 无论我们将面临多么大的政治压力 我们都将坚持不懈地开展 中国茉莉花民主行动 我们要改变中国不公平的社会 我们要改变中国不民主的制度 我们要让自由之光 炫照中华大地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只要农民还在遭受歧视 还不能自由地生活在祖国的城市和乡村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还有农民的孩子 不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 获得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农民在城市里还是二等公民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农民工的子女还在求水的路上苦苦挣扎 城市里的阳光还照不到他们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工人还在为维权抗争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青年和学生 还在为没有权贵关系网的前提下 而得到不公平的社会发展权利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权钱交易还在上演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权贵在肆意占用民民的社会公共福利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城管还在街头施暴 屈辱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官商还在勾结 强行拆迁 让我们父老乡先痛失家园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政府保障房还在沦围 官商敛财的道具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还有维权人士被无辜投入监狱 失去自由 我们就不会停止 只要还有宗教信徒 还有为信仰而受到迫害和虐待 我们就不会停止 为了让自由之声响彻中华大帝 我们更要坚强更要勇敢 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 要为正义而斗争 我们不会是孤军奋战 世界在关注中国 也正在关注为自由而战的中国人民 六四的惨案绝不能重演 我们坚信 只要我们坚持公平公正天下为公 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中国人民 终将在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下生活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茉莉花将在中国大地上自由绽放 中国茉莉花全国指挥部 2011年3月1日